欢迎每日一打回大家出版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出版 球篮花苞长出来就枯萎了 是咋个回事 这个是干旱导致的 你别动它 它刚长出来很乱 用我们这个山东的 很乱 别动它 明白吗 就是跟话说 一直别弄它了 长出来你就说它枯萎了 用零刷你还站在那里 不需要 明白了吗 不需要你整那些个 闪光充足南阳台 零刷一下可以用 但是你也维持到干了 再浇不干不浇 其他的没啥 这个就怀疑是风一刮 就给它冻了 一碰就容易碰伤 明白了吗 不喜欢来回动 下个出版 清香木咋养护 你这个叫胡椒木 就像小叶子谈 它其实是学名叫黑骨肠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这个怎么养护 你给出光照 你像河北地区都能地灾 这玩意冻不死 明白了吗 就是喜欢光照 没有光照就养不好 懂了吧 出版 下个出版 向日葵一开始长挺好 不缺光吗 向日葵 向日葵 你不给光照 你向个什么玩意 啊 缺光 什么原因 水大 通风唱 水大缺光 通风唱 没开始啥呀 一开始长挺好 开完花之后 开始败 就是缺光 就是缺光 缺肥缺光 水大缺光 那么大 下个出版 天津四里 杨茉莉 你可以啊 你看看茉莉本身 它就不耐动 不耐动 说过一万遍 你都不听 你都不听 你现在都动成 它缓不过来 怎么办 办不了 下回注意就行了 真办不了 你像我们茉莉 到了冬天 也会冻死一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 棚没有加温设备 这个没办法 你给足 外边给足光照 就晒去 外面晒 它能反上来 就反上来 反不上来 就拉倒了 现在明白了吗 进人事听天命 干透了 你记得浇上水就行了 下个出版 菊花茉莉 不停地往上涨 感觉现在 有点细作 那你就剪啊 而且你这个茉莉 也是水大缺光 通风唱呀 透薄 你给足光照去 你光剪 剪是肯定要剪 但是呢 现在这个 缺光的问题 要破载媒体 要解决 然后呢 这个要嘎 要嘎的 你剪了 估计都憋死了 明白了吗 没这哪来的勇气 没什么光照 还丁钢敢浇水 想啥啊 出版 老花一老师 不发牙 光掉叶是啥原因 缺光 缺光 荣素在玩意是洗光的 你个屋里边养 能养好吗 缺光缺肥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接点个赞 其他样的问题 视频来留言 不点赞就大舅子啊 我来花一 想玩这张一 白了是吧